各位先生女士,大家早上好 欢迎出席由新加坡建设局与新加坡建筑商工会和新加坡建筑专业联盟联合呈现的复工网上研讨会 建筑业关闭后复工的良好典范与错误示范 今天的研讨会将以华语进行 参与者能与华语或英语发问 随着复工项目数目的增加 我国建筑活动的步伐也随之加快 为了帮助建筑商和专业承包商更好地了解 复工时应该在工地实施的安全管理措施 此研讨会将着重探讨该注意的良好典范 在我们开始之前,请注意以下事项 所有参与者将处于静音状态 若对讨论的事项有任何问题 可以点击荧幕上的问答件提出 到问答环节时 参与者也可以用举手 Raise Hand的功能发言提问 在VCA at Brother Campus 观赏现场直播的观众 则可用在场的麦克风发问 研讨会结束后 您将会收到一份意见表 填妥并提交意见表后 您将能收到下载今天演讲者讲义的链接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新加坡建设局副局长 戴李响先生担任研讨会主席 除此之外,我们也请到了新加坡建筑商工会有限公司副总裁 郭鸿平先生 新加坡建筑业联盟总裁 洪茂庆先生 以及来自新加坡建设局 建筑管制署署长 陈祝毅先生 策略工程项目署长 福伟云女士 重点资源部高级经理 林伟峰先生 及人力发展部 执行经理 唐贝宜小姐 现在由新加坡建设局执行工程师杨承熙 与我们分享检查建筑项目工地常见的良好示范 以及人力策略与规划署长和会议 与我们分享保健促进局试子检测登记系统 杨工程师与何书长 请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陈祥 接下来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检查建筑项目工地的过程中 见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良好的示范 首先提到疫情 首先我们想分享的是 我们在真实案例中总结到的经验和教训 所以在今年4月份我们发现 在位于马集结50号的建筑工地 Project Glory光荣项目成为了新加坡最大的建筑工地感染群 而其中我们发现的是通过工人在工地上的工作 他们有相互感染 并且让这个工地与其他六个宿舍感染群有关 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一点是说我们要关注到工人工地和他们住所之间的重要性 在另一个更新的案例中 我们发现到在这个工地上 首先确诊的6例病例是来自于这个工地的中部工作区 也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个表格中的橙色的部分 通过工作场所居住地 以及通过社交互动 有356位密切联系人被发布了隔离令 为什么在中部发现到的硬例会导致整个工地发生大型的疫情爆发呢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三个工作区的工人有共享他们的设施 比如说午餐和休息区 而其次呢 三个工作区的工人是以相同的方式往返于居住地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由于来自不同工作区的工人 他们在共享同一个居所的同时有进行一定的社交互动 因此这个工地上爆发了大型的疫情 由此呢 卫生部下达了停工令 工地被关闭和消毒 不仅如此 整个住宅区也被封锁了起来 有将近有77名工人转移到了政府隔离设施GQF 并且有144名工人进行了现场隔离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吸取到的主要教训就是 要按照工人的群组 要按照不同的工作区域来进行划分 我们在交通过程中以及居住地 我们也不可以混合不同群组的工人来防止他们交叉感染 另一方面要将不同工作区的工人分离开来 错开他们使用共同午餐和休息区的时间 以及消毒的时间 所以为了保证工人的安全以及建筑项目的顺利开展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关键事项来预防疫情的爆发呢 总共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安全通行 Safe Access 这方面主要针对的是在工地进出口的控制 只有经过批准的工人允许进入工地 巡回分包商和访客不可以与现场的工人混在一起 第二个方面是安全距离 Safe Distancing 这样子就包括了在工地上要有安全管理人员 Safe Management Officers 我们简称为SMO 还有现场安全距离监督员 也就是我们简称为SDO 团队和工作区要做好分离工作 就像刚才提到过的 因为公共设施是热点 所以这方面要尤其做好分离 另一方面在吃饭方面呢 工地上要准备好 提前准备好单独包装的餐点 而工人也要开启一个叫做Trace Together的手机应用程序 第三个方面是遏制 这方面呢主要针对的是 一旦工地上出现了疫情之后 工地应该有的回应计划 这就包括了要封锁受影响区域 隔离工人 进行清洁和消毒 并且通知当局 制止至8月4日指 BCA总共核查了超过889个大型建筑项目的工地 以及包括893个小项目的建筑工地 其中我们观察到的六个常见的违规是以下这几条 第一条是Safe Entry没有安装和使用 第二条是工地现场缺少详细的安全管理措施 SMM监控计划 第三条是工地现场没有提供隔离和封闭 用的并修饰CV 这一条主要针对的是大型的项目 第四条是录录记录与批准的工人清单不匹配 第五条是现场的安全管理人员SMO 或者是安全距离监督员SDO人数不足 最后一条是工地缺少专用交通的一些记录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呢 在很多工地上有更多的建筑项目 建筑工地采取了良好的安全管理措施 做到了一些良好的示范 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工地上拍摄到的一些照片 让大家借鉴一下 这个幻境片上展示的照片呢 主要针对的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关键措施中间的第一个方面 安全通行Safe Access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行的前面两张图片 显示的是这个工地有使用一些智能设备 来进行身份登记 后面这右边这两张照片显示的是 有些工地也有使用一些面部扫描温度设备 这样子可以有效直观地发现一些体温偏高的员工 下面这一条呢 我们也发现了对进出口有所控制 以及在隔离区有明显的分隔 最后一张右边这张照片显示的是一个电子版的安全管理措施检查清单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样子有变于这个数字版的这个东西呢 是有利于大家参阅的 接下来这张幻灯片上面显示的照片呢 主要针对的是刚才提到的关键事项第二个方面 也就是安全距离Safe Distancing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张照片显示的是 在这个工地现场的板上有清楚的分裂出分区计划 以及SMOSDU的详细信息 一旦这个工地上出现任何问题 相关的人员可以及时与SMO和STU联系 接下来这两张照片显示的是 工地有列出详细的 对于针对不同工作区所做出的工作和休息时间 防止来自不同工作区的工人混合在一起 接下来这张照片呢 显示的是安全标识 也就是在休息区和共餐区 大家有一个明显的感受 什么样的距离是安全距离 接下来这张照片显示的是 这个工地在每天早上有开展一个常规的安全距离讲解 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到怎样实施这些安全措施 而下面这张照片显示的是 有些工地上面也有做一个明显的安全标识 让大家用鲜艳的颜色区分开来来自不同工作区的工人 最后右边这张照片显示的是刚才提到的 为了保证安全距离 工地上有使用单独包装的餐点 接下来呢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少数工地上出现了一些违规的事例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引起大家的注意 首先第一张照片里面显示的是 在安全通行方面 这个工地有进入未经批准的工人 第二张照片显示的是 在建筑工地上有些工人在进行烹饪 这样子不利于有效的实行刚才提到过的安全距离这一条 第三张照片显示的是 工人在工作过程中没有戴口罩 第四个照片显示的是 患病工人的隔离设施 在工地上的隔离设施不达标 如果使用这样子的隔离设施 不仅不利于工人的休息 也更加也不利于将患病的工人 和其他的健康的工人有效的隔离开来 下面这排的这张照片显示的是 工地上没有使用safe entry 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 承包商必须遵守安全管理措施 SMM以此来保护你们的员工和项目 这样子才能使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并且以安全的方式持续下去 所以对于SMO安全管理人员和SDO来说 你们可以使用这张幻增片的这个网络链接 来下载BCA的工地核查清单 当你点击开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界面是跟右边 我们显示的这两张图片一样的 与此之外建筑局每隔两周也会与安全管理人员 与项目经理进行简报会和对话会 这些简报会也给SMO和项目经理提供了一个反馈的平台 所以提到了信息的反馈 就这次研讨会呢 我们也认真清取了来自新加坡建筑商工会副总裁郭先生的提议 接下来我们想详细聊一聊 如果工地上面出现了疑似或者确诊的病例 工地上应该怎样有所应对 首先当员工感到不适的时候 他应该上报给在工地现场的安全距离监督员或者安全管理人员 以下我们会简称他们为SMO或SDO 接下来SMO和SDO应该要检查员工的呼吸道状况 并且测量他们的体温 将他们的这些员工的状况汇报给总部和项目负责人 接下来安全距离监督员和安全管理人员 SMO、SDO应该携带员工到工地上的病修室CB 如果怀疑员工有感染心状病毒的话 应该要立即将他们在病修室内与其他的工人隔离开来 并且尽快安排好员工到附近的诊所做进一步的检查 接下来SMO和SDO的职责非常重要 他们需要指导在工地现场的所有工人彻底的消毒双手 并且为公共设施如休息室、食堂、病修室等进行消毒 还需要为工具与建筑器材消毒 并且关注与病患有过密切接触的员工 他们的健康状况 接下来如果一旦工地上出现了确诊的新冠病例之后 还需要通知有关当局 例如人力部和建设局 对于受影响的工作区域呢 也应该立即停工 并且要跟大家一起省修改善现有的安全管理措施 不仅如此 除了工地上有针对确诊案例的应对计划 各自的相关的部门也有他们自己的应对措施 例如就卫生部而言 MOH他们的重点是受感染的员工 他们会代理受感染的员工 并且进行接触者追踪 以此来发布隔离令 对于人力部而言 MOH他们的重点是在员工住处 所以人力部会派遣团队到员工住处进行检查 并且确保受感染的员工在隔离中心接受隔离 对于BCA而言 我们的重点是在建筑工地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跟卫生部和人力部一起协作 对于确诊的病例 BCA会对所在的工地发出安全停工通知 也就是Safety Time Out 工地上的工作将会被暂时停工 BCA接下来会跟建筑项目的承包商一起 确认受感染的员工 与跟他有个密切接触的员工 他们的工作区域 对于受影响的工作区域 BCA将发出停工令 而不受影响的工作区可以恢复工作 这样子承包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继续进一步调查 并且改善他们现有的工地上的安全管理措施 如果在安全管理措施方面有所疏漏 我们发现了一些违规行为的话 是有可能有惩治的 以上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分享 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何会议署长 何署长 请 大家早上好 不好意思 我的 我的 手机有问题 今天我将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保健促进局所刚推出的试子检测 登记系统 就是你们所称的SOP test 所以阻弹措施结束后 建筑业采取了额外的安全措施 其中一环就是包括要求在建筑工地施工 或经常到访建筑工地的人员 做定期的COVID-19试子检测 也就是SOP test 这些检测将能帮助及早发现新病例 并迅速地将他们隔离 有助保护建筑工人和社区的健康和安全 为了让雇主有更灵活性地为员工安排检测 保健促进局就推出了这个试子检测登记系统 雇主可以用系统来选择检测日期和地点 也可以在必要时更新你的预约 你就会问现在我应该做些什么了 就看到幻灯片的第一个 首先你就必须申请一个登录系统的账户 我们会在三天内电邮登记密码和相关相机给你们 第二你就利用这个密码登录系统 第三你就看见系统已经把所需要接受检测的员工的名单列出 你就可以利用那个名单进行你的预约 第四 预约成功后你将会收到系统发出的电邮和手机简讯 第五 你的员工会在一两天内收到手机简讯提醒他去赴约 第六 这系统不需要雇主再为预约过的员工做预约 他会自动安排Size的预约 并发出简讯通知你的员工 现在这个Covid swap test是每隔时间要做一次了 所以雇主不需要每隔14天去为你的员工申请预约 如果你对系统的功能有任何疑问 请电邮给我 我们这个电邮就在这个幻灯片的下方 srs-enquiries-bca.gov.sg 我分享就到这里 我就让时间交给大家问会比较好一点 谢谢 谢谢杨工程师与何署长 现在由连宇建筑工程私人有限公司副经理邱伍杰 与我们分享如何在十二层楼综合发展项目 策划与实行有效的安全管理措施 邱经理请 大家好 可以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好 我今天是来分享我们的复工计划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议程呢 有包括项目介绍 然后我们的Safe Workforce健康劳动队伍 然后安全工地 安全住宿 安全交通 以及预知工厂的复工计划或重启计划 然后还有结论 我们的 这是一个包含设计与建造的 一座十二层楼高的项目工程 它的总面积为5360.8平方米 建筑面积为20.59平方米 海拔是62.62 然后它的总层楼总数是为十二层楼 我们最主要所面对的挑战就是 我们总包会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最主要最 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 我们的工地呢 没有工人宿舍 所以我们需要去分辨 我们的分包 他们的工人居住的地方 有的甚至是居住在有被感染 有受感染群的地方 所以我们工作团队在复工之前 我们要很仔细的去确定 我们的工人是没有被感染 接下来呢 就我们在开工之前 我们就会确保 我们要确定说 我们最关键的工作 有包括哪些 所以我们在确定好 我们的关键工作过后 我们就会开始分包 和分包进行讨论 然后进行我们的人力安排 接下来呢 我们会分享一段影片 这是我们在现场 我们进行的预检的要求 就是每个人在进入我们这个 工地之前 他们所需要进行的一些预检 请大家观赏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接下来呢,我们在我们开工之前呢,复工之前呢,我们也会对我们的工人进行防疫训练,也就是告诉他们那个防疫的重要性 然后我们在工具箱会议呢,也是将会设定少于10个人,每个人将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 然后我们的会议时间,日常的会议时间将设定于少过10分钟 然后我们也会进行日常的检测工人体温,两个时段,为早上8点和7点 过后呢,我们的工人将会申报他们的状况,健康状况于Google表格 然后每位访客也需要通过我们的Google表格来申报他们的身体状况 他们将会扫描那个QR代码 然后就会进行,我们将会有一些,他们将会记录他们的姓名啊,公司名字啊 然后他们是为了什么过来,Purpose of Visit 然后他们有没有去过外国,然后有没有收到任何隔离的通知 近期内有没有接触任何感染群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方才可以让他们进入我们的工地 此外,我们的现场安全工地呢,现场团队也分成两组 就是甲组和乙组 我们办公室也设立两个进出口 一共两组的进行 当然我们的这两组呢,也会有开工的时间 午休的时间,以及离开工地的时间 然后在工人方面呢 每个分包的工人也将会绑上不同的颜色的笔账和公司名字 然后每个工作区将会有绿色网围起来 同时也设立不同的进出口通道 就好像你看我们的结构方面 我们就只可以用升降机 然后在那个装修的部门就只可以用楼梯进行上下 然后在这个 我们的工地呢 也设立了一个社交安全距离作业许可证 这一个是permit to work 在他们每个分包开工之前呢 我们将会要求每个分包的STO 扫描代码 然后把他们的工人的名字 以及他们工作的区域楼层写入 这个填写在这个表格上面 刚才可以开始工作 那这就是一个sample 那个我们的工作许可证 然后我们的工地呢 也分为两大区域 就是中A和中B 以方便我们在工作时可以隔离我们的工人 我们也会播放告示牌 在显示我们的防疫 以及安全操作的重要性在每个出入口 以及主要的 很多人流量多的地方 然后我们也会设立 实际上的围栏已经指标来告诉我们的工人 我们要哪里是进出口 然后我们的SMO STO通常在日常也会进行检查 已经通过iSafe iSafe是我们连语的一个 特别方程式进行我们的check list individual checklist 就是我们每天都会 site inspection 日常点查 然后把那些 看是否达标我们的那个安全距离措施方面 SMN有没有符合到我们在开工之前 没有符合到这个标准 此外我们也确保我们的工作场所为卫生达标 我们将会委任我们的STO去进行检查 于每个地方 尤其是厕所啊 这些 宿舍方面 然后他们就会把它填写在logship 除了此外 我们也会委任房间组长 每个宿舍 我们的安全住宿呢 都会有安全组长 每个安全组长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 主要的委任他们的责任就是 第一 他们要 确保 工人 常戴口罩 然后不会随便离开他们的房间去另外一个房间 我们也会有安全的那个 组设立一个whatsapp群组 来检测日常空吸引码状态也就是那个 sqwhatsapp群组 就会知道每一天谁是绿 谁是红 然后在我们的工人宿舍方面呢 我们也进行了分组 每个宿舍也是有分件 这个分件呢是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士呢 进入我们的工人宿舍 与此同时呢 我们在工地呢 也设立隔离房和并房 同时 也有隔离厕所以及宿舍厕所 每个厕所都会提供洗手 然后我们的每一间房间宿舍房间呢 都会显示厕所的使用时间表 然后这一个就是我们关于我们的交通现场预警要求 我们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会确定 我们的材料 建筑材料安放的位置 以及各部门送货的时间 以房子交叉看人 然后送货的标准呢 就是 司机只准待在车厢内 然后我们又使用塔吊和插车协助下货 如果司机要离开车厢呢 他必须戴口罩 保持两米的安全距离 以及 只可以允许使用访客的厕所 我们也委任交通管理员来检测每个司机的体格 来确保他们是进床以后才可以让他们进入工地卸货 此外我们也有 我们的这个项目呢 也有预支工厂重启 计划 我们也是有预支工厂 那关于这一方面 我们的工厂有五条生产线 每一条生产线呢 都会有最少三到四个平台 Platform ABC 那 在工人呢 将照着他的组片 到各自的生产线平台 也就是 如果他们被委任在Line1 他们只可以在Line1 Platform A进行他们的工作 然后别组的工人 也就是Line2的工人 不可以进入Line1 那一个空间只允许两位工人 也就是我们的预支厂的那个PPC Module 一个Module只可以有两个工人 同时进行工作 然后他们的工作分配都会通过我们的职场 的安排 当然我们的工人也是一样 他们将会分为十个小组 每个小组都会有不一样的工作时间 然后他们将要照着我们 所指定的那个路线 进入每一个生产线 然后我们也设置 就要太马也是许可证 让他们申请 在工作之前分报也需要 申请的许可证 让我们 总包方面可以 最快速度就可以知道 今天在哪一个区域 在哪一条生产线 这些工人再做工 然后最后 这是我们的安全住宿 这是我们的安全住宿 我们在预支厂也设立了一些工人 这是最后呢 我们的也有监控数据 就是用于CCTV来监控 那如何监控呢 我现在来播这段影片 合立法上有家证 一项ив也有关 就是用进入 以另外感应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包括内部的装修工程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如何策划和执行在工地上的冠病安全措施 这是我们其中的一项工程 是一栋四层楼瓣的洋房 在复工之前我们先做了一些准备 我们以BCA的法规作为基础制定了我们的冠病安全措施的条例 然后我们就召集所有的员工详细介绍了这些措施的内容 让他们熟悉 了解说我们将如何在建筑工地执行 那之后呢 我们就和分包商进行了讨论 让他们理解我们的要求 因为我们知道必须要有他们的合作 才能够有效地执行我们所要的那个安全措施 例如说 我们会要求分包商 在他们整个 在我们整个工程期内 将同一批工人分配到我们的工地 这些工人应该住在同一个住宿 不要和其他人混在一起 这是为了避免交叉接触 降低感染那个病毒的风险 又例如说 他们在在送工人的时候 我们会要求他们保持安全距离 并按照我们事先安排的时间表 错开来 就是和其他团队 错开到场的工作时间 另外呢 我们也事先安排了 我们的工作流程时间表 我们将工作现场化为不同的工作区域 例如说 我们有四层楼半的那个 这栋洋房 我们把它化为第一层化为区域一 第二层楼化为区域二等等 那在任何时候 每个工作区只有一个工人团队在工作 这样就可以确保过于拥挤或者混乱 我们也把不同团队的工人 进出工地和用餐的时间错开来 主持人 主持人 你好 我没有办法放一下我的幻灯片 在工作开始时 我们在工地的入口处就设置了一个SMO的柜台 当每个工人团队来到SMO柜台的时候 我们的SMO就会将事先在手机上下载的那个国家数字登记系统 就是Safe Entry NRIC程序 用来扫描每个工人的那个身份证 以便进入他们进入工地的那个时间 在工作完毕之后 当天也用同样的方式 记录工人退出工地的时间 另外呢 SMO还必须检查每个工人的体温 并将各种细节记录在我们事先准备的表格中 例如像工人的详细信息 公司名称 再送他们的车辆车号等等 在后头的幻灯片 我会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准备的一些记录表格 那SMO在完成记录之后 它会和每个工人团队举行工作相会议 在这个时候 它会提醒他们注意安全措施 例如至少要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 不要分享他们的食物等等 那这里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SMO柜台和墙上 都张贴了一些海报和图片 这是用来时刻提醒每个工作人员和访客 安全和良好的做法 我们还确保在入口出口和厕所的洗手区 有足够的手部消毒和清洁液 每天也进行工地的清洁两次 并且把它记录下来 之前有提到说 我们事先进化了工作时间表 确保现场不会过于拥挤 然后根据我们把不同的工作团队分隔开 每个工作区域只有一个团队在工作 那现场呢我们把它分为四个区域 每一个层楼代表一个区域 然后根据不同区域 以不同颜色的代号来做指标 当每个工人到达工地的时候 然后SMO就会根据他们所属的那个区域 发给他们颜色标签 让他们贴在头盔上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轻松的识别 各个工人他所属的那个工作区域 这张幻灯片显示了贴在墙上 不同的工作区域的颜色标记 地板上的标记 用来显示出入工地上下楼梯的那个进行方向 在吃饭的桌子上也有分开的标记 确保工人时刻都被分隔开来 最后呢我们在SMM的程序里 有一个疏散计划 就是当工人在现场被怀疑患有冠病 的时候先将他隔离开来 并通知总部分包商的雇主 MOH和BCA等 那然后即刻安排他送往那个指定的诊所 或者医院 工地现场呢我们就备有这样一个分隔房间 隔离房间和厕所 以便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 在结束之前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工作现场所使用的一些表格 例如这是一个每日交通报告 工人在提到现场的时候 我们的SMO就要把所有细节给记录下来 再来就是工具箱会议 每天所记录的细节 还有访客记录 每个到达的工人访客都必须把他们的细节给记录下来 还有就是他们必须要签一个声明 说他们当时在来到工地的时候 不是在处于被分隔当局隔开的那个那个SHN的那个条例当中 或者也没有没有跟其他患有关病的人员接触 再来就是宿舍工人的行动记录必须要时刻被记录下来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苏散计划 谢谢各位 谢谢陈经理的分享 现在我们将进行问答环节 如果您想发问 你可以点击荧幕上的问答键 或是用举手的功能发言提问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主席请 谢谢华龙 首先让我们 让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一个就是 我们的中文版的这个 网上的这个会议 那今天在座的呢 跟我在座的还有 两位特别来宾 他们就是 这个新加坡建筑商工会有限公司的副总裁 郭宏平先生 和这个新加坡建筑专业联盟 STARS的总裁 红帽清先生 让我们给他一点时间上这个 萤幕 那我刚才听了这个 邱经理跟陈经理 说到他们的工地的这个 新常态嘛 让我觉得有点百感交集啊 那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过去从 1月2月份到现在 被这个冠状病毒 打击很大 尤其建筑业的这个同盟 朋友们都觉得非常非常辛苦 几乎 有些觉得有点 到了一个 镜头的感觉 那 但是呢 从他们这两个项目来看 觉得说这个新常态几乎 也是一个危机 让我们走向一个新的一个道路 他们简直是 好像把建筑业推向制造业 从这个项目管理 安全考虑方面 都非常的仔细 几乎是好像是一个 这个新的常态是一个美景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在深入研究 那在我们还没有 进行这个回答这些问题之前 让我先请两位来宾来跟我们谈一下 首先先请郭宏平副总裁 谈一下这个新加坡建筑商工会有限公司 在过去几个月来为会员们 做了些什么 我相信郭总裁也是想提出一些 他现在对这个 要我们怎样去克服最后的艰难的一些 几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也提出来让我们讨论一下 郭总再见 谢谢主席 建筑商工会 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早上好 我是来自新加坡建筑商工会的郭宏平 希望今天所谈到的课题会让大家收益 会议后有疑问 会员可以联系工会 请求帮助 新加坡建筑商工会每星期都会跟国家发展部长 还有人力部长进行对话 讨论复工后所面对的问题 在座的参会者 如果还有 如果还不是建筑商工会的会员 我也鼓励你们成为我们的会员 好让工会在各方面帮助你们 下来就想一下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为客工安排宿舍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不同的工地又不能住在一起 多过十个不同的宿舍 难申请到复工 还有现在就是工作准证在宿舍的时候是青色 来到工地又变红色 另外一个就是客工精神的问题 这些客工因家庭的问题想要回国 又回不了要等到他们的大使馆批准才能够买票回国 连在他们那国家休息 度假的工人要回来又申请不到 这是我们又面对员工短缺的问题 建筑商工会会想进所能帮到所有的城堡上 谢谢 好谢谢郭总裁 实际上郭总裁说的是对的 我们过去最少六个月吧 几乎是每个星期都见面 不只是建设局跟工会见面 包括我们现任部长 李部长也跟你们非常密切地讨论所有的问题 所以在座的观众如果你们有什么担忧的话 这个我觉得你们可以信任说 我们最高级就是在部长那一集 他们也是在非常密切地关注所有的问题 刚才郭总裁所提的那三个问题 都目前在深入的研究 尤其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谈到十个住宅的问题 相信我们在很快的时间来 我说很快就是可能在24小时之内 希望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所以我们在真正的针对这个问题在研究 接下来我们在还有些类似的问题 我们可以再详细地解释一下 那接下来我想请这个洪毛庆总裁 Stars的这个President 来给我们讲一下你的想法 也就是第一方面你们这个联盟 为这个会员带来了什么帮助 那第二点我相信你有 心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也想趁这个机会来代表会员提出来 洪会长请 洪总裁请 首先 先谢谢代副局长以及你的传统助手 也向建筑商工会以及我们建筑专业联盟的理事会员们 也就跟大家网上一起讨讨讨讨讨讨论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的工会在4月CV的开始,也一直在与关当机,一直在讨论改善现役是怎样的复工,尽快的复工的安排。 到了6月的开始,我们已经是复工了,现在已经进入了7月8月了。 刚才我们要追求的理想最好是,好像刚才邱经理以及陈经理那样的模式。 可是我想,事实能够做得多好,而且到达他们所能够拥有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挑战。 因为冠状病毒政府给我们坚决蛮多要遵守安全设施的管理安排。 这些大家都知道,最大的目标,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全部做得安全,而不会感染到剧情的感染。 可是,这些给我们团统建筑业这几十年的工作程序进展就带来很大的挑战。 所以无形中,我们的工作进展就没有这样的顺利。 所以我真的要谈的是,希望是在座参与展访会的先生或者是女士们。 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工作程序就是说,我们要比方把我们的工人有一个一米的save distance, 在一个独立,在一个不同组合,在同个组合的工作。 第一个是,我们要怎样把那个zone depending。 有几组人合在一起做,那么又怎样的把它分成有两米距离的安全。 我想,假设这方面我们能跟你们的工程经理,SMO跟SBO有很好的交流, 改善分配。这样我相信我们的工作进展会比较快一点。 另外就是说,现在我们有好多个宿舍已经是管理好了, 可是现在专用宿舍经营者现在也是在安排怎么样的适应某个个别数字功能的需求。 可是这些我想,也是一个格外的成本负担。 所以我想是在做的是,希望最好是去跟你们的主要的承包商,看看是怎样把你的工人移去工地的专用宿舍。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成本,我们承诺的成本, 那是在6月以前的。 现在我们的成本已经是要付起。 格外就是现在的工人宿舍已经是改善了,再改善了,是另外一个费用的开始。 所以这些我就想说,看看我们怎样的去组织,怎样的去跟有关当局。 要求尽快的会批准我们在工地建许我们的那个临时宿舍。 那么我们就比较好的,可以好好的利用,就是去学习我们大家所要拥有标准安排的工地场所。 所以我想我能够给大家的就是这个信息。 而且我们也是一直在会员,因为我们是属于专业项目的, 可是这个专业项目在整个建筑行业里面还是有包含着蛮大的一个大部分。 虽然我们的人数不是有总存报上的几百个几千个, 可是我们也有三二十个,四五十个,一二十个。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比六月七月的进展好很多了。 我想八月九月应该是会比较顺一点。 对不起, 班主长,我是能够讲究这里, 那其他就让你,大家一起去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 待会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请两位多多加入。 那我想在这里还没有回答下一环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先要提出一个就是两个工会给我们这个复工带来的贡献非常之大。 那你们知道最近政府将延长外籍劳工, 衰迫免期限制到今年的十二月和延长现有的三百七十五元外劳税回扣到九月, 都是亏了两个工会给我们带来, 不只是VCA和包括部长直接带来的回馈, 争取到的。 所以我也非常赞成的, 如果你们如果不是两个工会的会员都加入他们, 因为通过他们我们得到很好的回馈和联系方式。 那接下来,我请Fualong,我们的MC, 开始我们下回的这个回答的问题。 之前谢谢观众在登记的时候都已经把问题提交给我们, 所以我们这个更有效的给你们这个马上的回答。 首先的就是这个复工申请的,下一个画面。 好,这个问题就是承包商客否在同一个复工申请里申请多项工程? 接下来我请这个Fualong,署长来帮忙我们回答。 这不只是这个问题,还有下面几个问题都是由你来负责。 Fualong,请。 谢谢。 对于这个问题,好。 如果是不同的项目的话,即使它是很小的项目, 它应该是分开来申请。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是,对,就应该分开来申请。 因为它是不同的项目,而且它的住址, 这个项目的住址都是不同的。 OK,如果是分包商, 那这个问题的话,在申请表格里面,我们有声明说一定要是承包商申请,而不是分包商。 那承包商申请的时候,它应该包括所有的分包商的资料在里面。 如果是承包商,这个当申请表格被批准了之后,基本上我们会通知承包商,而承包商应该把申请表格的, 因为一个承包商会有很多分包商,所以我们不主张把承准,就E-mail给所有的分包商。 这样会很乱。 在同一批工人,OK,这个没有问题,就因为有很多工人,好像特别是分包商的话, 它可以做同一批工人可以做不同的项目,因为它是属于兼职,所以我们没有说不可以了。 基本上如果是同一批工人,而你们分包商要申请多过于一个项目的话,我们是批准的。 下面的问题是,OK,我们有两种表格。 第一个是,你们在申请的时候,如果项目是还没有被批准的话,这是第一种表格。 如果第二种的话,是它的申请表格已经被批准了,而现在你只是要加减或更改工人的资料的话, 你是应该用以下第二种的申请表格。 好,在我们没离开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想再稍微再深入一点。 就是这个总承包商跟这个分包商的关系,也不是单单只有你们之间, 就是跟这个建筑设计师、工程师都是有点有爱有恨的这种关系。 当然最大的关键问题就是郭总裁刚才所提到的,就是10个地址的问题。 10个地址给这个总承包商带来很大的压力。 就是说,在某些过程中,可能他会考虑说,先要让总承包商进行工程到一部分, 然后才让分包商进来。是有这样的考虑。 刚才我看到邱经理有提到的也是非常困难一种协调。 那我想请郭总裁提一下说,从总承包商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应该怎么去分配? 如果10个地址还是没有放松的话,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10个地址如果没有放松的话,安排工作就是很大问题。 因为一个工程里面,不一样的住宿来的,好像我们总承包商可能有三个到六个地方。 所以总承包商每次他放人的时候就变成有六个,占了六个,还剩下四个。 所以如果你分包商有超过四个的,一个分包商可能有两三个地方,两个加进去就十个,就申请不到了。 这变成我们要自己的工程也要放慢一点,就说,我可能放到三个,另外三个就没有办法,就要休息。 这一休息的话,员工又不一样了,我们还要跟他谈好,不能见到他们精神上的问题。 他们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做工了,你跟他讲明天你不能出来做工。 哇,他们又跳起来了。 所以我们正是面对左右两难。 对,明白。 所以我们的确在研究这个怎样去想办法放官,从不同的角度来放官。 就是我们也要让大家了解这个总承包商的压力很大,也就是总指挥啦。 就是怎样去平均的能够分配,如果在十个地址里面也只能够分配到一个限度而已。 总裁,从分包商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一个就是放宽的一点,就是说,让那些不是 就是全联络,所谓就是半联络。 就是三个月的过程里面,只在工地花六个星期时间的总时间的分配,可以让他们不算的十个地址里面。 你看这个对分包商有用吗? 其实总的团结,一个工程有分小、中、大。 并且是一个中大以上的工程,变成他们的组合。 因为建筑山是一个综合组织联盟的,所以变成 给总承包商一个十个地址的注册, 在于他们本身自己分类的安排都已经不够了。 所以我们分成包商,我们当然面对会更大,更艰难的一点。 所以我们争取到说,part time 已经允许到六个星期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一组人 可能要做两三个地方。 现在重点是,申请那个时间的配合是要两天到三天。 有时候碰到八六礼拜,变成是一个礼拜都差不多百分之七十不见了。 所以我们是想,假设由SDO跟DOR去塞自己,去观察以及去调和看哪个平安点。 就把那个十个地址加,或者是加多少个。 那我们这个part time的六个星期的,或者可以延长到十个星期。 下面的灵活性来讲,目前我们所得到的就是说,好像刚刚都做到chill, 经理跟成绩那样的那样的成绩。 表演啊。 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要怎样配合,要怎样去调。 所以我觉得是,总地址, 是规定在十个注册地址,或者是六个星期的part time的, 我看是不是可以再调,也许对总工程的进展,就有比较好的工作。 所以我们讲,是要怎样把工程进展提高。 这个是我们最终要追求的一个。 好,谢谢你的回馈。 那在这里我也趁机澄清一下,就是 有些问题提出的就是客工专用宿舍,因为它有些宿舍特别的大。 里面有十个block,十栋楼等等,每个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post code地址。 那我们澄清一下,就是整个dorm是算成一个地址,不是分成它block的地址。 这个就不用算在十个地址里面。 好,接下来我们下一轮的问题,是关于健康劳动队伍的。 那现在我请陈锦超经理来给我们提供这个答案。 谢谢代署长。 大家好,我是健康劳动小组的成员之一锦超。 现在让我回答一些我们建设局常接到,关于市值检测的相关询问。 所以第一题,哪些员工需要进行市值检测? 如果您的员工的办公室地点是一般的办公楼,商业设施的办公室,而且他们又无需到工地,那么他们就不必接受定期检测。 但是,如果他们偶尔要到工地许置进程等等,那他们就必须接受定期检测。 您可以通过SIS市值检测登记系统,为这些员工预约检测日期。 持有工作准证或者S准证的司机和建筑工人,如果有需要进入到建筑工地,也必须接受检测。 下一页。 我已把部分员工资料列入市值检测登记系统,该如何把外国劳工的资料也加入系统。 SIS登记系统衔接了多个政府部门的后台系统,比如人力部的外籍员工准证注册。 因此,您公司符合市值检测的员工名单,会在SIS系统自动生成。 假如您找不到员工的名字,请您先检查您是否已在人力部的相关系统,如Office, 还有EPOL,为这名员工完成注册,并且确保他们的相关资料已及时更新。 如果你检查后,还是没有找到相关员工的名字,请您把受影响员工的相关资料发送到sis-increvis-at-bca.gov.sg,我们会跟进。 在SIS系统,现阶段您只能为新加坡籍和永久居民雇员添加名字。 另外一点我要提到,政府跨部门检测小组已经排查完成了大部分的客工宿舍。 假如您员工居住的客工宿舍还没有被检查完毕,那他们的名字暂时不会出现在SIS系统里面。 请您耐心等待。 还有,假如您的员工刚刚从冠病中康复,那根据卫生部医疗小组的建议,他们在阳性检测后的180天,也就是6个月内,无需接受市值检测。 下一题。 我的员工,若员工不住在客工宿舍,也不在建筑工地工作,是否需要每隔14天接受市值检测? 若是不必,该如何将他们从名单中删除? 如果您的员工是工作准证或者S准证的建筑员工, 虽然他们不居住在客工宿舍,以及不需要到建筑工地,他们还是必须接受市值检测。 除非他们的办公地点是一般办公楼室内的办公环境,那就无需接受市值检测。 假如你在SIS系统里面发现一些员工名单,可是他们不需要接受检测。 现阶段为了防止雇主无意中从SIS系统里面删除员工记录, 我们冻结了一些SIS系统里面的用户功能,所以您暂时不能删除系统里自动生成的员工名单。 我们会评估情形,并逐步的开放更多的用户功能,和适当的调整用户体验。 下一页,如何帮错过市值检测的员工重新安排测试。 您可以登入SIS市值检测系统,在名单里找到该员工的记录, 然后重新为他选择一个新的检测日期和地点。 接下来我的同事贝宜会讲解相关人力部通行码的相关问题。 大家好,我是贝宜。 所以这个问题是,居住在未被列为安全宿舍的员工的通行码已转利后, 并且以康复或健康状况良好,是否可以开工或复工。 答案是,只要你的工人的通行码是绿色,他们就可以开工或者复工。 在我们还没进行下一步这个安全注射之前呢,我想在此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发现还有一些员工还没有注册这个SRS的系统。 这个问题很大,因为你要是不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话,就表示说你不可能去浮工。 这我们非常担心,所以希望在座呢,如果你是雇主的话, 或者你知道有些雇主,他们员工还没注册这个SRS系统, 请帮忙传音,帮忙提醒他们。 这是第一步。 注册之后呢,还要去预定这个测验的这个日子。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有些他们已经下载了这个SRS系统, 但是他还没有去注册这个日子。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那这当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出现了。 如果没有出现的话,那是第三个问题。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说,既然是为了工地好, 能够尽快复工,加速复工。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步骤。 请大家要注意,不要失去这个, 或者是忘记去进行这个非常简单的步骤。 因为他们一转成红色的话,那等于就是, 让你们走三步,退两步嘛。 所以我希望两个工会,包括在座的观众, 帮忙我们提醒大家。 好,谢谢。 我们进行下一部分的问题。 这是关于安全注射和交通安排的问题。 我们现在请林伟峰经理。 所以我现在来帮你们讲解一些经常会有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员工是否能骑摩托车前往到工地工作。 所以如果你的员工,S Pass或者是WP的, 住在政府组屋或是私人住所, 他们是可以自行骑摩托车或是脚踏车前往工地上班。 要是他们是住在客工室室的话, 依据人力部的条列,他们其实是不能承搭的。 如果他们是住在宿舍的话,他们是不能承搭交通工具。 但是如果他们是住在政府组屋或者是私人住所, 并且是前往办公室,并且那个办公室其实是不在工地场所的话, 他们是能承搭交通工具。 但是如果你的员工住在政府组屋或者是私人住处, 但是他们是前往工地工作的话,他们是不能承搭交通工具。 同一两楼里是否能在不同住宿的员工到同一个工地? 为了确保员工能有效的执行安全距离及避免宿舍集体感染, 雇主是不能在同一时期使用同一个交通工具接送不同宿舍的客工前往一个工地。 他们必须分开。 相反的是同一个楼里是否能在同一个宿舍的员工前往不同的工地? 依据伦理部的条例,他们是不recommend我们, 不recommend雇主其实有这样的安排,并且尽量的话是必须执行安全距离。 因为不同工地的话其实有不同的风险。 但是如果他们是住在同一个房间的话, 这个我们其实在更严厉不在检讨,看是否能放宽。 如果假如说他们其实已经是在宿舍,住在同一所房间, 但是又到不同的工地的话,是否我们能看是否能放宽这个条例? 这个正在检讨中,如果会有答案,我们会公布在BCA的网站。 这个问题,住宿在宿舍的司机是否能接住在主屋的员工? 其实这个是雇主可以安排司机接送,是可以安排的, 但是雇主必须考虑这个安排是否是安全, 因为住在客工宿舍的员工的感染风险是相当高。 如果你是还要执行这样的安排的话, 那你就必须确保能执行安全纪律, 并且确保你的司机跟你的员工是不能interact。 这个问题,住在同一个客工宿舍的客工, 是否能到不同的工地工作? 如果他们是在不同的工地上班工作的话, 我们是建议雇主尽量安排他们住在同一间房间, 因为这是为了降低感染风险。 但是我们明白有些分包商就是, 你们会到不同的工地, 有员工到不同的工地上班这些东西。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风险, 我们有考虑到就是,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能执行的通, 因为分包商可能有只有一两个员工, 是往这个工作地做工, 然后又有可能另两三个在另外一个工地, 所以你不可能把他们安排在不同的房间。 所以现在的条例是, 我们在检讨是否能其实将他们这些, 就是subcon和subcon specialist, 就是他们可以住在同一所房间, 在同一所房间就是也是说, 他们会分配到不同的地方工作。 所以这个安排正在检讨, 所以这是会有更新的阶段的话, 我们会安排, 会update在VCA的那个website。 所以这个是, 故居住在被列为安全宿舍的以建, 以康复员工是否能被转移到其他宿舍或住宅? 这个问题是, 如果你要把你的员工转移, 从一个安全的住宿到另外一个安全的私宅的话, 是可以的。 如何申请的话, 这个你需要得到人力部的批准。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 如何申请成为安全临时住所? 我们的申请已被批准, 员工已从客工宿舍转移到临时住所。 临时住所能否在六个月有效期后延长? 呃, 这个我们, 这个呃, 这些问题我们其实有在检讨, 并且与人力部在商量。 呃, 我们在还没有进行下一个安全工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想很快的问一下我们的郭总宅。 从个总承包商的角度来看, 呃, 呃, 我们目前你也知道, 是要跟我们在讨论的, 就是怎样把这个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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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同样的雇主, 它的员工应该都是住在一起的。 那, 从你一个种承包商的角度来看, 你看这个呃, 可以做到吗? 或者, 你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 这个文是 Ana静化挥充LEAMS太大了, 所以变成 很难做办到 如果是FC craft会是比较容易的啊, 因为一个block里面 你们就是从哪一家电梯下来 或者哪一个楼梯下来 往哪一个方向来做这个trace的话 如果如果真的是要事情发生的话 就是很难弄到这些东西 就是住宿方面的这个管理要特别圆 如果是好像TCQ跟 这个TQ这些是比较容易管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放宽在这边 帮忙我们延长多一年吧 这个我相信人力部也是在积极的讨论 我们会尽快的回答 黄总裁想问一下你 从分包商角度来看 我没有这个数据 我想知道就是分包商 他选择的宿舍 一般上是不是客工专用宿舍比较多呢 还是私人住宅比较多 还是工厂改建宿舍比较多 坦白说分承包商我们属于是专业性的 所以我们的整个组合也分成中大小型的 那属于大的一个专专业的承包商 他们的那个员工也有算百个也是有 好像总承包商是这样的 也是因为他们属于大型的 那些小型的成本有时是三五个 因为我有时候 我们也是为了他们的问题也是 也是分不清楚要怎样的像有关当局去承包 后来总结一句就是说 一般上的员工就是住在专用的公司宿舍比较多 那么那些STQ是属于说他已经用自己的那个office 然后把一部分改成那个专 那么现在变成我们讲为那个专用的那个公司宿舍 就是要面对这个COVID 那么他的改革改良 所以无想中 我们 已经比较有一个 肯定就是说跟总专报商讲 搬去他的叫做TCQ 那个是 CQ 公地 公地 零食的那个注射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是工作的效率跟时间安排的效率 因为现在多数的工都要用专 专车来载他们踏工地 对 这个是刚才各种讲的 就是要你们帮忙快点批准他们 可能就 对不起这个我们受到干扰了 董总你的麦可能被被影响到 好 好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 那这个工地临时宿舍可能是 这个生产力最高的一种宿舍了 大家都不用语懂明白 这个我们应该是尽快的这个给你 给总专报商批准 好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 安全工地 这个又再请副书长来回答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 就是对于比较小的工地的话 如果它的总面积比较小 或者是它的 如果它的总面积比较小 或者就是它不适合设这些措施的话 我们是鼓励承包商 尽量的提醒工人 一定要做好安全距离的措施 我们也明白比较小的项目 是比较难提供这些措施 所以其实是OK的 好下一下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 对于装修工程 其实安全工地的标准是不需要 apply的 至于如果是装修的话 它只需要根据人力部的安全 距离的措施来进行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SMO其实是 应该根据人力部的要求 这个问题的话 对 在工地里 我们是按照有多少个工人 那如果是每50个工人的话 就一定要有一个SDO 这样每一个项目的话 一定要至少要有一个SMO 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人是 比如说每50个 如果你有100个工人 就你打底一定要有一个SMO 两个SDO 所以每50个你再增加多一个SDO 如果是SMO或SDO放假的话 他们可以互相的 cover each other 如果是SMO 少过于三天以下 其实SDO是可以代表来 它可以提供 它可以接替了 如果是超过三天的话 就应该要找另外一个SMO 来做提供 下一个问题 这个的话 其实 对于这个问题最 的着重点 其实是 无论是在公司 或者是 construction account works CAW 如果不在工地里面 最主要是 它有没有用 它的工人是属于 S pass 或者是 the work permit holder 因为 如果你是用 safe entry QR code的话 它跟MOM access code 其实是不匹配的 不匹配啦 所以它是 它是查不到 工人的 那些particular 就比如说 它的access code 是青或者红 它就觉察不到 所以如果只要有用到 工人 是 S pass holder 或者是 work permit holder的话 safe entry NRIC 一定要用啦 不能用QR code的version 对 好 谢谢 副署长 那 接下来我们 现在时间是 将近 十二点半 那 我们还可以延长多 十到十五分钟 让一些现场观众 或者是还 我们还有七百八十位 在网上的观众 非常热情的这个等待机会 我们不想让你失望 所以我们这个网上呢 有一个可以举手的这个功能 让你们来发问题 那首先我先请我们在 BCA Academy现场里面有大概有二十位左右的观众 在那里 呃 参加这个会议 想先请他们有 有什么问题要发问 现场的这个服务人员会给你一个麦 其他在网上观众可以开始举手 呃 用这举手的功能 好的 建设局学院的现场观众 你们有提问吗 有一位 OK 请问 你好 啊 关于那个 啊 啊 s pass holder 如果 如果没记错 目前的情况是 s pass holder 啊 全部不可以住在一起 OK 比方说现在我有 六个工人 住在一个 啊 一个房间 啊 一个 一个地址 如果他们 去不同的工地 他们不可以全部住在一起 对不对 我想请 我想说 是两个工地 六个人要去两个工地 好 明白 那是什么安排 呃 请sebastian来回答一下 呃 OK 呃 你好先生 我是想了解一下你所谓的这个六位员工 对吗 他们是 这六位员工是前往这两个固定的工作场所 呃 工作吗 对 OK 如果他们这六个员工是前往这个两个 呃 工地上班的话 他们其实是可以住在一起 但是 他们是这六个会同时期 出现在这两个工地吗 还是是所谓的三个人在这个工地 三个人在另外一个工地 三个人在一个工地 三个人在另外一个工地 OK 可以 这个这个就蛮清楚 如果是三个人在一个工地 另外三个人在一个工地的话 我们是不介意也不允许他们住在一起 如果你说这六个人 他们所谓是那个 supcon 他是那个specialist 他们六个人同一时期都会到这个场所做工 也到另外一个工作场所做工的话 那他们其实是 没分别了 他们可以住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是说 三个是往一个工地 另三个是往另外一个工地的话 那就要必须隔离他们 因为这是一个 proper segregation plan 因为你也是要降低他们的风险 你不 你不 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到一个情况 一个阶段就是 一个工地受到感染 你的三个员工其实被感染 但是他们也感染到另外三个员工 然后就影响到下一个 project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东西再发生 所以如果他们三个是前往一个 三个又是前往另外一个 他们必须分开 明白吗 如果现在另外一个情况是 因为现在在espa shoulder 可以在外面住在政府 如果我们通常一个房间有两个espa shoulder 这两个人的做工地点要一样吗 这两个espa shoulder的工作地点要一样吗 最好是最好是在一样的工作地点 就是像我说的 如果他们是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场所 是指定固定的话 那就尽量而且一定要分开了 这样的总结是什么 不可以 如果是真的是前往个人是前往不同的工地的话 要分开 这是从风险的角度来看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是说一个条规而已 那从分包商的角度来看 他们整个六个人都去一个地方 去一个地方 他们六个人是一个好像一个bubble 一个风险被包住 所以他们这个可以控制得到 好我们请下一个问题 现场还有哪一位有问题呢 你也可以用英文问 我发现这个寄进来的问题 全部都是用英文写的 现场还不会贵 如果现场没有 我们可以放给网上的观众了 请问一下 那些住在HTB的S Plus 服务的 after work 还是weekend 允许他们去买 去去买东西吗 Sepestia又轮到你了 这位先生你好 所以这个问题对吗 我们其实有向人力部咨询 因为所谓的BCA的这个restart criteria 我们是 它是会applicable 就是在applicable 在如果你是全网工地上班的 但是 过了这种上班的阶段 像是放工后的时段这些对吗 我们有向人力部咨询 但是 这一点的话 他们是否能出去买东西 或是上班 对是否能出去买东西的话 我们现有的条例是 没有现在没有条例说他们是不行的了 但是雇主如果要确保就是 如果你的员工他们是属于较高风险的话 你就可能 可以考虑安排 帮他们 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日常用品 但是如果他们还是想出去购买自己的话 那就要确保他们保持安全距离 所以就是想往不同的地方有什么安全距离的话 他们就要必须 公布 对 好 谢谢你 他已经尽力回答了 OK 谢谢 明白了 OK 好 我们不然把一些时间留给网上的观众 我看很多举手 好的 我们请第一位 Mr.Joseph Chua Are you there? Mr.Chua Chua Chai先生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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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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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ask your question thank you Yeah yeah okay actually I want to post this question to Mr.Thai I I think just now he have clarified that if it's a big DOM and then there are a few blocks with different poster codes That's right but it's still considered as one address when you actually log in for the restart application That is correct Because during my application weeks ago It's actually advised by BCA officers That actually all these are individual address With different poster cod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Whether is it within the dormitory So I just want to clarify this part It is as one address I think Change and evolve to one address now Yes correct Okay please do So sir for this question For this multiple dormitory address poster code Actually when we are doing our processing And reviewing of the application We will actually check through And that it will actually be considered as one If let's say they are staying in one dormitory Because currently we understand that Cohoting is going to take place within the dormitory itself So that's why we actually only consider multiple address Across different blocks as only one So for this we actually like to seek your understanding And also to work with your main coin and subcon And to update the offer address system So that all the data when come to us Right is actually in order So we can then really review accurately Yeah Okay because my experience with my application's queries To the so-called officer in charge It is saying that the different blocks Are actually having some different status Therefore it is considered as different address But now what you have said And Mr. Tai has said It is already a change of so-called criteria I need to call it Yeah So I think we started the processing I think it has always adopted this approach So multiple address code Will actually be considered one If let's say it is a dormitory So maybe I think you can write to us Or forward any clarification That you actually had with the BCA officer Then we can actually look into it Yeah Sure alright Thanks Okay Thank you Okay Women请下一位 Right Cho Kim Ho You在线上吗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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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here Thank you Thank you 我想问一下大老板 剛才您有提到一个那个 工人宿舍局限在10个地址的这个事情 说24小时里面会有一个答复 是吧 我们现在就很着急这个事情 就一个总包来讲 我们凑不出那个位置来给工人开工 就是有人进不来做工 所以这个是24小时里面会有一个正面的答复 我们每天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一个星期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每天我们都在想办法 有没有办法才放松 那我们这个非常紧急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在跟你开会 我们后面大老板都那个总裁都宣布在那边 考虑这个问题 包括部长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最快是希望在星期六明天能够 给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 那如果没有办法定下来的话 我们拜六做工 礼拜天做工 拜一放假也在做工 然后再给你们答复好吗 哦对同样的我们现在在开这个会 我现在约了那个房屋经济啊 在看工厂 在找地方主要把人集中 不然那十个位置一下就超出去了 要PRP的人啊 明白我们大概六个人就一个地址 六个人就一个地址 六十个人就用光了 还有一些管理人员 根本就开不了工 你的现在员工是住在哪里呢 现在员工有家在PRP 我们自己的人在Purpose Build Domitory 然后还有一些人在分包啦 所以分包的分包 他们当然一个分包 可能就有两三个地址 很多都是小的分包 都很多在PRP HDB的是吗 对所以一凑起来就超过十个 明白明白这个在考虑中 这个就要么就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回复 不然我们真的要再增加成本的考量下 要去真的把一整栋楼租下来 还是一整个工厂租下来 做一个Factory 然后把这些人都收集起来 不然开不了工 明白我们尽快 有一个可以给你一个安心的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关心的 就是分包商的问题了 当然总承包商也有他的问题 不过我们那个 因为之前都很早在下手努力了 所以分包商这个问题 最近三四个星期出现在我们的这个雷达上面 所以我们再积极解决 好的好的 谢谢你 这个要帮忙 这个要帮忙不然正中下去 好的好的 好 我们请下一位 谢谢大家主席的解答 好 我们现在请王毅荣 王毅荣 Are you online? 王毅荣 来我们请下一位吧 好的 下一位我们请 天 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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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好 请发问 谢谢 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看在 有位先生说 员工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去脚踏车 是吗 我看那个 人力部的是说 电单车不可以 如果是在近距离的话 脚踏车是可以的 因为如果 Sebastian 麻烦你 这位先生 你这个问题是 如果你的员工 他是不住在宿舍 他是住在政府组 或是 不是 他是住在宿舍 可是他的工地 工厂就在靠近而已 如果他 刚才我听到先生说 不允许 搭脚车 是吗 这个阶段的话 如果要是 你的员工是住在 工人宿舍的话 这个阶段 其实人力部还没有 他还没放宽 他的这个 他的 他的条例了 所以就是 如果你的员工是 其实是住在宿舍的话 他们必须有 指定的那个交通安排 这个这个问题是 我知道你这个问题是 实际的 就是如果那个宿舍是 刚好 是在那个工地场所的附近 旁边 过一条马路的话 其实要他们有一个 交通安排 其实是不合理的 也不 行不通 所以这个我们 会向人力部咨询 OK 这个是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 那种PBD PBD 我现在面对一个问 他们每天 好像那个无论的 在一个无论的 他现在他们 因为他一直 时常都在改那个 清理的那个阶段 PBD现在变成 ByState Case State Case 17 State Case 16 所以我的工人 好像我现在看最新的 State Case 17是清了 State Case 16还没有 然后我打电话去问 他说已经申请Apply了 所以现在变成 然后我的工人 住在另外一个Block Block 23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整个 变成一个宿舍里面 有这样多个 这样多个区域 又State Case 又 又 又什么的 所以如果我申请 那个复工的话 怎么申请这个 这个部分 好像我现在看到的是 那些 Clear的是 State Case 17 可是我工人住在 State Case 16 这样的意思 同一个Block 所以变成很混乱 看来 这个戴先生是说 一个地址 是吗 所以是 怎样是 怎样要怎样 处理这个东西 Clear先生有办法回答吗 我是想了解 那个问题 问题先 所以你是说 其实你的工人 是住在同一个宿舍里面 但是按那个JTF他们的 那个Clearance的阶段 今天他是Clear这个Block 后天他Clear这个Block 所以你现在的顾虑就是 我是否能把这些员工 放进来申请开工 是不是 好像我 我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 工人在Block 25 可是他分成 Block 25又分成 State Case 16 跟State Case 17 然后State Case 17已经Clear了 我现在上网看 State Case 17是Clear了 State Case 16 就这样Clear 知道吗 然后我就问我工人 你住哪里 他住State Case 16 他的卡是红色的 还是在红色 我们全部都是 复射了这个Requirements 全部都是 DAS 都过了 我们就在等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就不知道 然后我的HR打电话去问 他又说要 变成一个个体 来Clear这个地方 所以变成很混乱 到底是要怎样 是这样子吗 因为我看到好像只有 这个Dormitory 是这样的问题 OK 可以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 你的员工是否有 像我们有关当局 申请复工吗 如果他还没申请复工的话 他的Assess Code 会是红色 所以就是不能出去上单 我已经申请复工了 已经Approve了 我现在只有这个东西 不Clear而已 就是这个Dormitory 已经 已经 已经一两个月了 两个月了 我们就是一直给这个东西 拉着拉着 工一直不能开 所以 所以现在是 以复工申请表格的 那个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 如果你知道你的员工 其实是 因为 以你的那个案例来说的话 就是其实你有三四个 假如有三四五个工人 住在这个宿舍 现在的阶段 其实只有可能三个被批准 其他两个没被批准 所以你在申请复工的时候 你的问题是 是否将这五个人一起申请上去 还是分三个人 对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对 所以这个这个问题的话 对吗 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的员工 其实是全部住在一个 一个PBD 其实当你申请复工的时候 我们所谓 我们Process的时候 我们只会算是一个地址 假如你的承包商 有那个所谓的空位 可以让你放一个地址的话 其实你可以直接把你五个公文的 直接放进申请表格 但是他们能否复工 就算你得到我们的批准了过后 他们能复工 那你还要按照JTF 他们的Clearance的来走 的程序来走 就像是现在你所谓 遇到的情形 三个其实可以出去做工了 两个还不可以 所以就这个是 你就要按照他们的来走 就三个出去做工先 这两个你就等待他们Clear了过后 他的那个DOM Clearance Status 清了过后 就可以去做了 OK 我明白 OK 我明白 谢谢 明白明白 能够做的就先做了 其他的没有办法 要等GTF 好谢谢 好我们请下一位 我们多多两位 好的 下来我们请 Waris Heng Waris Heng 请问你在线上吗 在线上 你好 请发言谢谢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几时可以申请我们国外的员工回来工作 这个问题 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也请不到员工 然后现在国外的工作 所以变成有很多工作我们都没有办法做 OK 你是说你有现在你的员工已经在国外了 你想请他们安排把他们回来 这个问题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回答 这个我就要求我的同事去跟人力部 得到一个更清楚的答案 因为他们国外问题也是很大 你也知道的 对 像印度那些国家 他们的问题比我们更加大 那我想到 想问 可能这个建筑商工会 他可能有办法 有些承包商他可能有 有更 剩余的工人他没有办法用的 可以没有 这个工会有没有办法安排 跟他们借是吗 对对 郭总裁你可以提供一些意见吗 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我第二个问题是我看到在5号的时候的那个 新闻 我们的部长是有说 我们的员工如果要去好像去购买 去Taka或是Mustafa买东西 需要到那个MOMC申请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的那个News 对吧 Sebastian 这位女士 你所谓的那个需要MOM的Approover 是你的 现在是你的工人是住在客工宿舍 还是是住在政府组屋或者是私人住所 是私人住所 所以他们要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 是一定要跟MOM申请吗 还是 因为我有读到这一个 所以要确定一下 这个 这个我们没有受到有这样的条例 OK OK 这样子还是不是正确了 好啦 好 好 谢谢你 谢谢 好我们现在请最后一位 因为很抱歉时间有限 好的 我们现在请MISS IV王 IV王小姐 请问你在线上吗 麻烦你解除你的经营状态 谢谢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关于Renovation industry 因为Renovation 他们都是短暂的 project Normally may be one month or two month 一定要结束 所以这样子的话 工人 may be the one day 可能会跑不同的location 这样子是ok的吗 这样子是ok的吗 Example 我们大概有五个到六个同时的这个HTB 或是Condo去做一个Renovation 但是我们只有可能十多个20多个员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可以我们把员工 明天你在这边 明天你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这样子是ok吗 明白有问题 Vivian也要回答吗 对于装修工程 对于装修工程 其实我们安全工地的那些requirements 是不需要根据的 应该是根据人力部的要求 就其实我读过他的requirements 其实他没有说不能 工人不能去不同的项目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做Renovation的话 其实是可以你的工人是可以做多过于一个项目的 哦 ok 所以其实他们也可以同时一天中去不同的project 也是ok的 对 然后他的那些安全距离的措施 是应该根据人力部的那些要求 对对对 因为都不属于安全工地的措施 嗯 ok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 SRI System它里面没有我们所有的员工的 NAMELY3里面 所以我已经去老公部那边已经update了 所有的已经update好了 然后他们的work for me 全部是green color ok这个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ok Ms Ivy我刚刚回答你有问题 如果你在 你已经确认所有的人力部的系统 因为全部员工的资料都是正确的 而且还是没有看到 你可以把这些员工的相关资料 发送到bca sis underscore inquiries ok 我们会跟进您的案子 ok 所以我担心的是在这段期间 sris里面没有他们的name 然后他们的work command 会变成红色 这点我们会调出相关的问题 因为如果他们还是住在宿舍的话 对 跨政府部门检疫小组 还是会尽量安排他们接受定期的检测 okok so现在意思是说他们在dormetry 也有一个检测 对 so that's why 他们的名字没有在里面对吗 有可能 所以我们要先调查 你的worker的dormetry 是不是已经被检测完毕 还是他们的名单 已经检测完毕 其实dormetry sorry sorry actuallydormetry里面nameless 它有几个在sris system 然后剩下的没有在里面 so actually他们是住在同一间的 所以这个方面有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 那些客工宿舍的营业者 没有把这些他们的住户的资料 传送给人一部 所以没有在系统里面被capture 所以我们需要跟进去 知道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ok ok so i just send the email 对 ok ok thank you so much ok好 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再延长这个研讨会 那我也希望你们有得意 那如果你们认为这个中文的这个研讨会有用的话 请发信给我们 我们会再安排更多的这个时间来跟你们解答这些问题 那在我们还没离开之前我想提出两个提醒 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 已经推出这个加速重启建筑业缓注配套 也就是政府发出的这个津贴 一方面是要提高这个安全的企业缓注计划 包括给工作准证和S准证 持有者等于就是每个人400元的资助 那另外一个就是安全项目缓注计划 那这主要当然是为了项目的这个安全的要求 所增加的成本来来资助 这个在10万年以上的项目得到大概1.5% 顶限为15万年的津贴 或者在10万年以下的是1000元的津贴 那这些都要通过你们来这个vendors and grab 登记有效的银行账户才能够得到这些款项 那从我们得到的资料是还有很多人还没注册呢 这个政府就是要分配钱给你们 所以我觉得有点惊讶 希望你们能够包括两个工会代表 通知你们的会员和在座的这些观众 你们也尽快的如果还没登记要尽快去登记 因为我们是打算在这个8月底把这钱汇给大家 所以大家抓紧机会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今天我发现很多的问题 大家提的都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网上 或者是Telegram都有很多的这个公布消息 所以希望大家都去下载这个Telegram 里面它有中文版的包括很详细的这个资料 步骤每一步每一步的跟你解释 怎么去解决这些你们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趁机去下载这个Telegram 接下来我们Telegram会安排中英文版的这个讯息 让大家更方便的得到这个答案 最后一点就是在下个星期 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Brother和这个GEM两个地点呢 做一些Clinic 就是让你们尤其是那些在这些现在Digital age里面面对很大的挑战的一些朋友们 有机会来跟我们交通就是见面 让我们请一些RMDA的人也帮忙你解决一些Digital age的问题 而包括解释一些可能我们用英文来表达比较难了解的一些这些Circular 我知道我们VCA出的Circular这英文非常深闹 有时候我自己都不明白 所以相信一些朋友可能不大熟悉的话会面对很大的挑战 所以这个我们会帮忙的 最后呢让我希望大家能够复工顺利 也在此呢感谢我的两位嘉宾 就是我们的这个郭总裁跟洪总裁 过出宝贵的时间来加入我们这个讨论会 在此我就再次的感谢观众耐心的参加这个研讨会 我也希望大家要忍耐 一起走出这个困难的步骤 让我们得到复工顺利 好谢谢大家 谢谢主题的总结 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在此我想感谢我们今天研讨会主席 演讲者及业内专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在我们结束之前让我们分享一则讯 为了让建筑业能更顺利和安全的复工 新加坡建设局推出了一套建筑业资源指南 这套指南将涵盖复工所需的重点资料 指南有中英文版本 各位可通过建设局 提供应用程序频道下载 我们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 在研讨会结束后 您将会收到一份意见表 填妥并提交意见表后 您便能下载演讲者的讲义 感谢大家今天的出席与参与 并预祝各界人士复工顺利 再见